观众朋友们 既上次干掉机械山地以后 现在才学会了一个新技能 泡泡保龄球 右肩蓄力甩退就可以 不过不能在空中释放 这个技能周围的用处应该挺大 打这一次 咱们来到养老院探望梅日战士和前男孩 万万没想到啊 梅日战士的基地也被机器人入侵了 这机器人现在已经这么厉害了嘛 都能打败超级英雄了 虽然这俩家伙已经老了 甚至有点老年痴呆 啊这 机地的入口就在梅日战士的沙发下面 这期咱们就来帮帮这俩超级英雄 美人战士告诉咱们 机的安全系统不如亲的 需要去关闭它 来来废话不多说 直接出发 看这个蓝色的地板了嘛 这会变色的 打打变成红色的时候不要踩上去 否则后果不开设想 又出现一个新的机器人 这第几个了 这次这个还可以召唤小机器人 看起来跟之前的小机器不一样 哇 召唤出来的小机器还是可以自爆的 这长得跟个牛仔一样 咱们就叫它牛仔机器人啊 来 上去直接先给一巴掌 竟然没有死 不愧是会召唤的机器啊 一个把这个护不掉了 就让你继续啊 这就跟虽谷国王一样 都要打三下才可以干 OK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 美人战士和前男的机器大厅 你们猜我看到了谁 哎 章鱼哥 他怎么又跑这儿了 哦 美人战士还在这儿找机器的电脑 果然又有新活交给咱们了 哎 等会儿 美人战士好像在那儿看电视 咱们过去看看 需要找一个会扔东西的人 往那些漏斗上扔 不然这些漏斗就会爆炸 那咱们切换一下人物啊 快去拍打星 OK 完成 成功激活 哎 他终于可以睡觉了 我严重怀疑是因为电视门信号了 他不想自己动手 这一个花费亮晶的地方 花费2300可以开启拍打星的敲敲板 OK 开了 咱们谈一下试试啊 遇见了企鹅南海 又需要能量激活水深多泡的调制器 朝着气缸扔东西激活动力 这还不简单 好啦 进化完成 那他要能量干什么呢 这 药能量泡足 我他妈 我还以为要激活什么牛皮武器 来消费机器人呢 结果是来享受的 这一路上运渐的全是猪队友 盘下个按钮是啥 顶一下 哎 四分之一了 这我应该是有用的吧 去基地电脑再看看 OK 到了 现在咱们需要按一下 美人机的全线覆盖按钮 让基地电脑重新获得对安全系统的控制 第一个就在旁边 可以了 哎 有两个了 刚刚没过来的时候顶了那个也是 好啦 四个按钮全按了 不过这美人机地真的离谱啊 这一路上倒是机关 先是不变色的地板隧道 又是电流攻击 这基地造这么危险干啥呀 根本别说严重有机器人了 怪不得这俩老头不愿意自己输出解决呢 结果这个走完一圈下来 能直接把这俩送走 现在回去按下主按钮就可以结束了 然后就能对付机器人了 结果按下主按钮以后出现了突发情况 被关在地下机的坏蛋逃了出来 逃出来的还是美人战士的死仪 瞎不朗 看给人家气的 他关进来的原因 是把美人战士的白色衣服和一只红色袜子 一起放在洗衣机里 这顶多算是个恶豆剧吧 就因为这被抓起来 多少是有点小心眼了 那既然这家伙逃了出来 这俩超英雄应该能解决吧 快快把他重新关起来 等会你走反了吧 这我就知道啊 最后还得靠我 这个地方也有地板 咱不能直接过去山盘的揍的 需要使用保留球来打他 我去瞎不然会发生声波 还得等到声波停下来 同时放过不见色才可以出走 不过还好啊 这暴子只有3D级 那第一阶段声波移动还是很慢的 我们可以慢慢走 也可以跳过去 OK我回跳 没跳过去 等会他停下来了 来来赶紧上 一下进入第二阶段了 现在人家会召唤拿锤的机器人了 声波也变得更快了 那咱们先用山盘掌亲这家机器人啊 这一锤八十我可受不起 跳下多加声波啊 哎不小心踩到方块了 这人现在不攻击了 哎呀又踩了一下 有没打到距离不够 没时间了 等会再来一下 OK第二下成功打中 第三阶段的声波更快了 已经没办法靠走位躲了 只能来回跳着躲啊 我去没跳过去 直接就给我干碎了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大概已经不清楚怎么打他了 一下 两下了 最后终极 OK轻松解决 成功把下巴朗冲击封锁 嗯 多亏了你 弗兰吉 我什么 果然老年痴呆啊 连我名字都记不住 看在金蚕的面上就算了 只要皮老板知道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后面遇到的肯定更难对一会儿 那今天就玩到这里啊 喜欢这个游戏的一定要简单关注 我小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